周年庆的余温尚未退去 新的艺术盛宴又将在户上开戏 11月23日上海保力剧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再次推出迎新春辞旧岁系列演出 而在这一系列的演出当中 戏剧当属翘楚 台上建台戏中有戏这种奇妙的体验来自于 有陈佩斯导演的话剧戏台 而发布会当天陈佩斯也特地来互出席 并向媒体讲述了戏台所表达的理念 以及台前幕后的精彩花絮 这系非常受北京观众的热情 黄牛是发了财 这个大戏 我们在后台演出的时候 每天说的最多的就是 因为演员的这一部戏20多个人 20多个演员就有20多个舞台美术 人也比较多 这个是个大戏 所以大家心里最不平衡的 这就是钱的 他们也认识 真的是 但是我们又埋怨吧 又发牢骚 但是其实作为艺人心里头 还有非常高兴的 为什么呢 他们能挣着钱 就说明这一戏是好戏 因为他受观众的热炮 所以呢 这个尽管我们那个 大家的收入 是一般的 但是呢 演出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随着观众的热情 我们的演出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传统的戏剧 营业会 歌剧等系列演出 暴力剧院还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系列板块 周周有戏 每周一场戏剧 集结了昆剧 户剧 与金剧等各种不同的剧目 为观众提供了多种选择 也向热爱戏剧的观众 奋上一道道新年佳肴 可谓是扣人心弦有之 感人肺腑有之 激昂磅礴有之 轻松愉悦有之 场场都是好戏 就等你来看 优酷全娱乐 上海报道 周年轻的余温尚未退去 新的艺术盛宴又将在户上开席 11月23日 上海保利剧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再次推出迎新春辞旧岁系列演出 而在这一系列的演出当中 戏剧当属翔楚 台上建台戏中有戏 这种奇妙的体验来自于 有陈佩斯导演的话剧戏台 而发布会当天 陈佩斯也特地来互出席 并向媒体讲述了戏台所表达的理念 以及台前幕后的精彩花絮 这戏非常受美金观众的热号 黄牛是发的财 我们在后台演出的时候 每天说的最多的就是 因为演员的这一部戏 二十多个人 二十多个演员的就有二十多个 舞台美术人也比较多 这个是个大戏 所以大家心里最不平衡的 这就是钱的 他们也认识吧 真的是 但是我们又埋怨吧 又发牢骚 但是其实作为艺人心里头 还是非常高兴的 为什么呢 他们能挣着钱 就说明这一戏是好戏 因为它受观众的热讨 所以呢 这个尽管我们那个 大家的收入是一般的 但是呢 演出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随着观众的热情 我们的演出的热情 也越来越高涨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传统的戏剧 营业会 歌剧等系列演出 《暴力剧院》还推出了一个 全新的系列板块 周周有戏 每周一场戏剧 集结了昆剧 户剧与金剧 等各种不同的剧目 为观众提供了多种选择 也向热爱戏剧的观众 奋上一道道新年佳肴 可谓是扣人心弦有之 感人肺腑有之 激昂磅礴有之 轻松愉悦有之 场场都是好戏 就等你来看 优酷全娱乐 上海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